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知名漫画家肖炎中三年前召开记者会,不满画作遭到被自称行销专家的男子贾招抄袭并上传脸书,更印制商品意图贩售,份而提告,刑事部分台南地方法院2月1日违反著作全法判贾招徒刑8月,智慧财产法院金再判贾招需赔偿销300万元, 脸书专业所有权人比于秦须连带赔偿其中的30万元,另得消侵害著作全作品,及删除侵权贴文,并于脸书刊登本案判决主文,可上诉2015年7月15日Angel Talk法国软面包专卖店,在脸书宣传经营者,署名Fill,其艺术创作成就与咖啡事业理念,搭配自称是该店咖啡总监的假照个人照片, 但其中写上2015Mouse,国际当代艺术名人堂等榜面,有6幅文字,200多字文案,涉嫌抄袭肖连终于2013年在北京, 举办The Moment个人展创作漫画的动物角色,被网友发现踢爆,挨告后, 贾招还在Angel Talk法国软面包专卖店脸书贴文表示, 我要新闻大一点,我再红一点,我是专业的实践行销人员,我从没否认过我是模仿肖老师等末世著作全法的言论, 肖言中指控,The Moment系列漫画有诸多动物角色,是他首次以手指在平板电脑上作画, 贾招竟在电脑以滑鼠重新描绘,联摩方式,至少做局部修饰,重置他部分漫画角色, 并将他撰写的文字创作,改写组成一篇广告文案, 肖言中说,贾招还将抄袭的动物角色,印制成可注色使用之餐巾纸, 在涂鸦空间书店,公来访顾可注色使用, 并将The Moment化作多幅表框后公开展示, 即印制成国际当代名人艺术收藏卡, 张贴涂鸦空间,书店,Picturesque脸书网页, 以一张5000元贩售,因此向贾招及毕与勤求偿300万元, 另要求肖侵权作品及自脸书撤下侵权文宣, 即得在报纸刊登本案判决胜诉主文贾招表示, 2013年与肖炎中本有Cartoon in Coffee咖啡罐合作关系, 肖依要授权他行肖,并同意其作品重置改作, 以行肖的Moment系列动物角色漫画, 因此,他才以模仿手法, 改作出的Mouse系列动物角色漫画作品, 他的行为应是著作全法的改作, 而非重置,要求博回请求, 法官认为,贾招对经销联中授权部分并未提出合约举证, 且主张销未举证为何赔偿数字是300万元, 求偿金额无理由, 即必于今指出, 于贾招兼就Angel Talk法国软面包专卖店脸书管理上是委任关系, 而非雇佣关系, 此部分先前审理时均未提出任何攻防, 直至言辞辩论中才临时提出, 太晚主张, 让自己的权力睡觉, 因此给予施权制裁, 判消炎中胜诉。